再講我魚頭的公館,現在亂了大龍,下球一手滴住在儲藏室拿出來的手提樓升機, 三番幾次吹阿喜和阿少快點走了,誰知他倆嚇得心慌意亂,手藏腳震動都不懂得動,一尾在那裡哭,下球見到沒有辦法,就打算自己走了。 唉,已經遲了,門口一部大警車,一部細警車已經來到,警探已經跳下來包圍住這間屋,下球一踏出門口,就被警察周遇,扣上手鳥,警察走一步,下球就跟一步,這個無情的手鳥將他和警察連結在一起。 哈哈,你不是說想走啊,就算跳樓自殺都沒得動嗎?警察帶他回去搜查惡魚頭的蹤跡,最後將他推上警車壓關警署,下球從此就失去自由了。 他,根本來,他會偷了幾千代米,幾百桶電油,發了無數次貨倉, 挖了公家和私人 那么多钱的那帮好汉 都变得无影无踪 恶如走了 下暮落网 哈哈 被人压入赤鼠监狱 那里 已经有几十个同伴 一律都是换上 大人穿的 宽大坐牢的浩衣 住在成年人的监仓 因为 专门为儿童犯人 修建的监狱 还没落成呢 在虾球的名下 犯罪记录就写着 偷窃手提旅行 留心机一个 身怀不明来 力港指三百元 监狱外面的世界 黄狗仔就補了虾球的血 他坐完监狱 放出来 第一个去看的就是看陆姑 陆姑 警方日飞 由美房就迁出冷行的床位 生意冷落 加上质病前身 黄狗仔 黄狗仔看到这种情形 心冷了半截 坐了一阵 拼着拼着拼着 头就走了 从此永远再不上门 黄狗仔回到尖沙咀地区 就向过一哥报道 这位一哥 就是尖沙咀四大天王之一 已经五六十岁 他天天躺在床上抽烟 自然有人送钱上门 他指派黄狗仔在九龙仓 马头一大活动 指挥那群爬手 去摸金山白南养客外光佬的荷包 黄狗仔这群手下 个个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有些还小过虾球几岁 他这群人在火车站 九龙仓马头逛来逛去 好像打猎地追踪他们的目的物 有时顺利 一出门就得迷 有时跟踪了几个钟头 甚至几天才有机会埋手 得手之后 就按着等级辈分来分派 不用出头露面的人 分得最多 直接动手的人反而分得最少 有些有势力的恶益 见者有份 知者有份 每次的那些有份份 三个月之后 虾球又放出来了 他在监里面做足了三个月苦工 临走后监狱还给了十元工钱 有位好心肠的先生还写了一封介绍信 叫他古市场附近的 那个儿童福利会主办的儿童俱乐部 去找一位先生 他说那里有面包发 有书读有球打有故事听 蝦球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兒童天堂樂園, 他念念不忘的, 還是對他有一泛之恩的妓女陸姑。 如果世界上有好人, 陸姑無論如何都算是一個, 他一出牢就去找陸姑。 陸姑已經病到睡在床上不懂得起床, 見到蝦球就好像見到自己的親弟弟一樣高興, 他聽說蝦球剛剛放出來, 就馬上來探望他, 他感激到流眼淚。 他看見蝦球已經高了很多, 原來他已經在監獄裡度過了十六歲生日。 蝦球問,陸姑,你病了多久? 這種病,病了兩年多, 最近越搞越嚴重, 都病得不懂得起床。 當時又不找醫生來看看呢? 何必請醫生啊? 我自己都糾病成醫了。 陸姑不想再把自己的病講下去, 他就問,蝦球,你打算怎樣? 你都不要做了, 不要做那些偷雞摸狗的事, 不如回家賣麵包吧, 去工廠找份工作吧。 蝦球逞逞頭, 我就因為火柴想倒閉才被他們趕出來, 後來賣麵包又被人頂嵩當, 回家幹什麼? 不發財也不回去。 傻子, 等到你發達, 你媽媽怕入棺材咯。 蝦球沒有出聲, 但他還是不想回家。 陸姑便問, 你認識什麼朋友啊? 出門靠朋友啊? 我說是好朋友啊, 千萬不要像黃狗仔那類的壞蛋。 唉,黃狗仔, 他放出來之後來過我這一次, 以後都沒有再來這個無良心的家夥。 。 蝦球想了一會兒就說, 陸姑, 你說是好人, 我認識的好人就是你。 哎呀, 蝦球啊, 蝦球, 你真是會說話。 唉, 我算什麼好人啊? 蝦球說, 真的真的, 除了你之外, 我沒有什麼朋友的了。 還有一個, 他也是好人來的, 就是在新界清風區。 我以前認識的那個, 他打過游擊的那個丁大哥, 不過可惜只見過一面, 又沒有什麼交情。 那麼, 那麼, 鱷魚頭老熊呢? 他都算好人啊? 我想都沒想到過他啊。 他自己走的時候, 連老婆都不要, 扔完我們, 你都不理啊。 那陸姑就嘆了一口氣。 唉, 俗語說話, 夫妻好比同臨鳥, 帶難臨頭各自肥。 蝦球, 你都經驗了不少風雨了。 聽你講話, 整副大人的口氣了。 下球聽到陸姑讚自己, 他就笑了。 陸姑, 我來看你, 我還送五個人錢給你買東西吃啊。 我現在身上還剩下五塊做菱容。 我想去清風區看看那個智慧隊啊丁大哥, 然後去找我舊火記蟹王七。 我們總會想辦法找到條生路的。 我還記得, 你跟我說句話, 人是沒那麼容易餓死的, 是不是啊?陸姑。 陸姑聽到蝦球這番說話, 突然間閉上雙眼, 呼吸短束, 咬著嘴唇, 很久很久, 他才突然大聲哭起來。 他一哭, 蝦球就嚇到不知怎麽好。 陸姑,陸姑, 你們哪裏不舒服啊, 我去找醫生。 陸姑, 靈一靈頭, 一哭出聲, 他的心胸反而過得舒服得多了。 蝦球, 多謝你好心, 人不是那麼容易餓死的, 這病啊, 病啊, 病啊, 病死就不難啊, 蝦球, 你心腸好, 你是個好人, 你應該找一份燙燙燙燙的東西來做, 不要學下樓啊, 你要保重身體才好啊, 我, 我不行啊, 錢你留回自己用啊, 我, 我, 我是死定的咯。 講完, 他又哭了上來了。 唉, 可憐的陸姑啊, 他, 勉勵自己的朋友, 找一件堂堂正正的工來做, 只他自己呢, 在八歲那年開始就去找, 找到今天三十歲了, 還未找到啊。 哈球, 哈球, 最終是放下五銀錢, 離開陸姑的床位, 他便搭了去新界的十六號公共車走, 陸姑那副死灰色的面容, 還留在他的眼前。 汽車要開了, 黃狗仔街上眼就看到哈球, 他便追著來喊, 哈球,回來呀,回來, 回來找我。 哈球向他擺一擺手, 汽車已經開走了。 到了清風區, 自衛隊住宅的地方已經面目全非了, 那個地方已經改成一間鬥木舖, 有幾個木工師在鋸木板做傢俱, 哈球進去, 問了個像老闆那樣的白衣工, 老闆, 那時候住在這裡的自衛隊搬去哪兒啊? 哦, 你找他們幹什麼呀? 走了很久了。 哎呀, 麻煩你告訴我, 他們搬去哪兒啊? 他們回鄉下打遊擊, 小孩, 你去哪兒啊? 哈球想了一會兒, 他便騙那個白衣工, 哦, 我是丁大哥的弟弟啊, 你告訴我, 我大哥去了哪兒啊? 那白衣工說, 他走的時候, 他說去了惠州葵聰, 知道現在還不在那兒就不知道了, 哈球記住這個地名, 離開鬥木浦那時候, 一路還想著葵聰, 葵聰,葵聰,葵聰。 走到馬路, 他看見一幫年輕漂亮的學生小姐, 在馬路上散步, 一邊走一邊唱歌, 哈球用羨慕的眼睛看著他們, 他心想, 啊, 他這幫是什麼人啊? 為什麼這裡會來了這麼多學生呢? 他坐在路邊, 一間賣水果的檔口, 買了一斤香蕉, 一邊吃, 一邊吵個伙計聊天, 這幫女生在哪兒啊? 他說, 伙計看他一眼, 哦, 你問他們啊, 達德學院的大學生啊, 什麼地方的人都有, 廣東, 廣西, 上海, 南洋, 嘿, 講一下家話的人佔了一半, 哈球說, 大學生? 他們大得我幾多呢? 那你那個最多不是十九歲? 他吃完一間香蕉, 他才搞清楚, 這幫幸福的青年學生, 確實比他高幾級呢? 他自己呢, 最厲害就讀到初小, 本來呢, 由初小到高小, 到初中高中, 然後入大學, 哈, 哈球呢, 就走另一條路, 由初小到街頭, 街頭到賊鬥, 賊鬥就到監獄了, 哈球找不到丁大哥, 他就拿著在監獄裏面那封介紹信, 走去兒童俱樂部找個位先生, 一直等到下午七點幾, 才見到一位新會口音的導師, 這位導師問了幾句說話之後, 便說, 好,好, 你後日下午七點來這裏玩, 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打球,一起聽鼓,一起吃東西, 一個錢都不用出, 我姓劉, 你叫我劉先生便行, 講完就伸手去找哈球的褲袋, 好,好, 你沒有帶小刀, 我們這裏不准帶利器, 不准打架, 知道了嗎? 哈球說,知道了,知道了, 我馬上可不可以在這裏睡覺? 劉道師就說, 這裏不設寄宿, 這裏是晚上宮如同樂的地方, 日後你可以找工作, 我們這裏有擦鞋,賣布, 捲衣服, 洗衣服, 各樣都有, 好, 哈球, 和我上樓來見下這裏同學。 哈球那裏同學, 在樓上有些打乒乓球, 有些逐軍棋, 有些看公仔書, 有些唱歌, 有些打關斗, 劉道師一上來, 就鴉雀無聲, 哈球看了一下, 嗯? 約莫有四五十人, 有些比他還小, 有些比他還大, 牆壁上掛滿了圖畫, 黑板算是釘著一手, 用白紙寫的新兒童歌。 哈球心想, 難道這次真是我的大學? 劉道師就拿著他那支指揮棍, 走到黑板面前, 對那班小孩說, 來, 我們繼續練習這首新兒童歌, 在未唱歌之前, 我介紹一位新朋友給大家認識, 哈球, 上來, 上來, 哈球, 抖低頭, 靈歪面地走出來, 劉道師要他轉過身來, 面向著大家, 他的名字叫哈球, 歡迎新朋友, 大家鼓掌。 於是, 那班小孩就拍起手掌上來, 哈球周身不舒服, 快點走出來, 開始唱歌, 哈球總是跟不上, 也不是這首歌很難唱, 實在他的心很亂, 又沒有事做, 又沒有飯吃, 又沒有地方住, 幾個月沒有見過媽媽, 媽媽不知道怎樣, 有個艇家的女朋友, 現在又不知道拍在哪個碼頭, 坐牢一些爛友, 不知生死, 唉呀, 想到這些就夠心亂了, 劉道師當然是不懂得這些, 他還要認真地教那些小孩學首歌詞, 新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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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中國明天的主人翁。 下面那些小孩就跟著在念, 新兒童, 新兒童, 我們是中國明天的主人翁。 在蝦球身邊, 有一個穿著連衣袖都穿了孔的十三四歲的小孩, 他問一下蝦球的衣袖, 眉一眉雙眼說, 喂, 等著靚了麵包, 我們鬆人, 哈哈, 求望他一眼, 喂, 你想去哪裏? 喂, 今晚有沒有地方睡的? 那個小孩說, 去沾沙咀那邊, 騎樓看不知幾多地方可以睡覺, 喂, 九點鐘才去, 今天我第一次來, 守規矩點, 喂,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牛仔。 劉道士, 嘟嘟嘟嘟嘟, 這麼嚇壞指揮棍, 誰在說話, 唱歌不准說話, 唱完歌了, 大家分麵包吃, 每人兩塊做的這麼多果醬, 下球兩口就吃完, 哎, 有東西吃種得好, 這蝦球你吃了之後更加肚餓, 劉老師宣布, 下一節, 自由遊戲。 嘩, 吃都沒得吃, 還玩遊戲, 蝦球呢, 就跟牛仔打了出來, 蝦球帶牛仔去到九龍倉背後, 他吃過飯那檔大排檔, 請牛仔吃了一頓豐富的飯菜, 牛仔呢, 就提議, 哎, 不如我們做結拜兄弟, 蝦球做哥哥, 牛仔做弟弟, 蝦球問了牛仔的經歷, 原來, 牛仔自小就死了父母, 看了公仔書, 就踢上羅浮山學劍, 那些和尚不得行不肯教, 做了什麼, 趕下山來, 後來就在香港做了爬手, 和他抵押本事沒有什麼, 打荷包的白毛一失, 卡球聽到他的經歷, 卡卡聲笑起來, 他把自己過去的歷史大肆吹噓一關, 後來, 談到赤柱監獄, 原來牛仔已經是住慣住屬的老屬客,蝦球金拜下風,這兩個結拜兄弟就在尖沙咀碼頭的長座那裏,相依相靠地睡了一晚,蝦球牛仔兩個難兄難弟,在馬路上浪蕩了幾天,他們不記得了那個兒童樂園俱樂部,等到蝦球身上的錢食清光了, 他們突然又想起他回來,為了兩塊麵包,他們又去了,去接受那個德智體群味蝦肉的分討。